蓝莓开花了 像一个个小灯笼 白里透着粉红 非常可爱 这是去年种上的一颗蓝莓 买的时候还很小 是在这个容器里装着 带回来的 我们把它种在了这样一个大的种植盆里 去年开了几朵花 但没有结什么果 今年刚开始发新叶的时候 我就给它上了一次堆肥 几天没注意 一层层的小白花就开满了枝头 没有想到今年能开这么多花 在欣赏花的同时 我发现本应是绿色的叶子 却呈现出生红色 植物的叶子呈现不正常的颜色 一般提示它的生长环境对它不利 因为蓝莓生长需要偏酸性土壤 我想应该是土壤酸碱度不对了 应该给它纠正一下 我就用一小勺食用白醋 加上一加仑的水 给它浇上 这是二十天以后 大部分的树叶都变成了绿色 但枝头新长出来的叶子还是红色的 因为浇水只是一种见效快的纠正方法 但不是很持久 为了维持持久的弱酸性土壤环境 我们今天就给它做一次土壤改良 皮特莫斯 松树和柏树的枝叶都是酸性的 我们今天就用这些材料 先把上面盖的树枝树叶取出来 然后把上面一层的土疏松一下 加上皮特莫斯 和一些堆肥 然后和表层的土混匀 上面加一层柏树的干叶子 和一层新鲜柏叶 又加一层松针 然后浇上水 又过了十天再来看它的叶子 全部是绿油油的 一点红颜色也没有了 这时花朵都已经卸掉了 原来一层层的白色花朵 现在变成了一层层小小的绿色蓝莓 看来今年有望大丰收了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